经过几天的反反复复之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昨天终于是露出了原本的动机 给了到9月15日的期限要逼TikTok卖给美国公司 而且讲明美国政府要从这一宗买卖当中抽油水 时间那么的仓促 分明就是要TikTok走投无路 贱卖他在美国的业务了 目前微软和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的谈判还在进行当中 微软还没有透露愿意支付的价格 但是早前路透社的消息就指出 字节跳动高管对TikTok整体资产的估值是超过500亿美元 美国政府强制性要求TikTok出售美国业务给一家美国企业 对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来说 根本是无力抵抗也只能被迫同意 但是现在不止强制性得卖 还要把收购的钱强制性分给美国政府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更表示 由总统来提议 让美国政府从商业交易当中分一杯羹 完全不合常理 尤其这笔交易还是由总统本人精心策划的 这种想法也可能是非法和不道德的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则指出 特朗普的提议让他想起了垄断炎业的中世纪国王 他们会说如果你想要开采一些盐况的话 那么你必须付钱给国王的财政部在收购案当中要求抽取收益 这在标榜奉行自由企业的美国历史上是头一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而对于美国政府史无前例的做出这种要求 特朗普他在记者会上却没有直接回答记者的提问 只是表示美国不能够接受TikTok会带来的安全风险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记者会上先是对TikTok大赞一轮 说TikTok在美国获得成功 并且深受美国青少年的喜爱 TikTok是非常成功的 它在美国的业务上做了巨大业务 但是针对美国政府史无前例的在收购计划中抽成 特朗普在记者会上没有多做解释 只是一直强调美国不能够接受这类公司的安全风险 之后特朗普又把矛头指向中国 说美国之所以在最近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 都是新冠肺炎者的祸 要不是中国无法有效遏制病毒的蔓延 那么情况就不会那么糟糕 反正特朗普的立场是摆到很明硬硬硬来 TikTok要么卖要么就关闭 而要卖就只有卖给美国公司 卖了之后美国政府也要从这个交易当中拿到一笔钱 好了先不管法律上特朗普他究竟能不能够从这个收购交易当中来抽成 但是他逼TikTok脱售美国的业务 这当中有着怎么样的考量呢 德国之声的评论就指出 特朗普让微软收购TikTok其实是一举多得的 首先悬面封禁TikTok其实算是中美冲突另外开辟的一个战场 也算是华为纠纷的延续 是华为之后的第二炮 如果微软成功收购TikTok在美国甚至是欧洲地区的业务 这也意味着微软将会通过自己的服务器 或者欧洲的服务器来处理数据 张一来就能够比较容易的反驳 对TikTok可能将数据传给中国的质疑了 那除了战略考量 美国政府这么做 当然还有经济政策的因素 因为TikTok不仅仅是社交媒体 也是短视频平台 而且更吸引了10亿用户 这就会对美国向来引以为傲的Facebook和YouTube构成了竞争 所以让微软来收购TikTok 这也可能是美国人他们的一个封锁政策 用来保护面子书 YouTube等自家企业 至于对微软而言 如果收购谈判成功 这也意味着这一家老牌的科技巨头将会正式打入年轻人的圈子里头 评论指出 微软过去一段时间在不断的扩张 买下了职场社交平台LinkedIn 视频聊天工具Skype 游戏网站Minecraft等等 那如果现在收购了TikTok 就可以将它和Skype和Zoom等等一起相结合 打造出具有很大潜力的网络企业 另外由于现在TikTok是面临不出售就会被禁的压力 所以对微软而言呢 无疑是出售的好时机了 评论认为压力越大 售价可能就会越低 不过当然最后的价格还会是一个大数目 只是在面对时间压力之下 微软可能可以谈到一个更好的成交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